有关调查显示 男性十大死因中有四项于是饮食所致 包括癌症、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和糖尿病 所以,男性要想拥有健康体魄 首先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 以下12种食品对男性健康有益 建议男性多多摄取 深海鱼 压力大,也让男性罹患高支血症 中风的年龄层降低 深海鱼中的欧米加三脂肪酸 可以阻止血液凝结 减少血管收缩 降低三酸甘油脂等 对心脏血管特别有益 富含欧米加三脂肪酸的鱼 包括青花鱼 秋刀鱼、石斑鱼、鲑鱼等 可以替换着吃 不过要记住一星期至少吃两次鱼 绿茶 绿茶富含了红茶所没有的维生素C 维生素C是预防感冒 美肤所不可欠缺的营养素 除此之外 也富含防止老化的骨氨酸 提升免疫力的天东氨酸 具滋养强深的氨基酸 还具有利尿 消除压力的作用 具提升作用的咖啡因 降血压的黄酮类化合物等 红酒 如果非要喝酒 就喝红酒 因为红酒中葡萄皮的抗氧化物质多酸 留存在酒液中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几率 而且各种酒类相较之下 红酒的普林会使体内尿酸上升的物质相当低 此外 红酒能提升抗氧化作用 以预防动脉硬化 根据最近研究结果得知 对于痴呆症也能发挥功效 是高龄社会所不可欠缺的饮品 但酒类依旧有热量 营养师建议每天还是控制在60cc以下 西红柿 西红柿的酸味能促进胃液分泌 帮助消化蛋白质等 此外丰富的维生素C能结合细胞之间的关系 制造出骨胶原 强健血管 黄豆 很多人都知道黄豆有植物性荷尔蒙 有利于女性 殊不知黄豆对男性也是绝佳食品 例如常吃黄豆制品的日本男人 罹患前列腺癌的几率比西方男人低 而且黄豆对改善男性的骨质流失一样有效 男性过了60岁 骨质会开始流失 情况和更年期妇女一样严重 而且多吃黄豆可以补充卵磷脂 卵磷脂已被证实与短期记忆力和学习力有关 南瓜子 男性40岁过后 大多数人有前列腺肥大的问题 美国一项实验发现 让前列腺肥大的患者服用南瓜子的萃取物 确实减少了患者尿频的次数 也改善了其他症状 而且南瓜子也是维生素E的最佳来源 可以抗老化 南瓜子在一般超市即可买到 有些产品是多种坚果混合 可以撒在沙拉上食用 或平日当零食吃 大蒜 大蒜具有强烈的杀菌力 因此能消灭侵入体内的病菌 此外 它能促进维生素B1的吸收 促进糖类的新陈代谢以产生能源 并消除疲劳 另一不可忽视的大蒜的功用就是提升免疫力 大蒜中所含的锡化钳具抗氧化作用 因此被视为防癌的食物 男性多服可改善体质并强生 高维生素C食物 男性在24岁后 精子的治愈量都在走下坡 如果有一种不老药 能让老化的精子再度充满活力 那就是维生素C 美国德州大学妇产课的实验结果显示 给男性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维生素C 连续服用60天后 他们的精子数增加60% 活动力增加30% 不正常的精子也减少了 全卖面包 说到压力 男人常常不眠不休地冲刺事业 压力无法疏散 就利用烟酒来掩饰劳累和减轻压力 要对抗压力 维生素B群是非常重要的 这包括B1 B2 B6 B12和液酸 烟碱酸等 可以维护神经系统的稳定 增加能量的代谢 有助于对抗压力 全骨类的食物如全麦面包 糙米 胚芽米等 都有丰富的维生素B群 而且全麦面包是复合性碳水化合物 可以缓慢释放能量 具有镇定的作用 使人放松 不紧张 水 人类脑部有75%都是水 脱水第一个影响到的器官就是脑 水分太少 会让人疲劳 反应偏慢 一天至少要喝完两瓶矿泉水 约2000毫升